去年由树林区公所与中山里共同举办的练练三家演唱会 深受市民朋友热烈回响 今年即将于本周六21日以及下周六28日晚间7点盛大登场 树林区长林耀常表示 除了有两位知名歌手于台烟以及黄文新压轴演出之外 还有许多在地社团表演 其中步伐原住民与客家族群的传统舞蹈 非常多的在地社团的一些表演 包括我们中山里自己本身的排舞队跟土翁舞 还有我们热山里的排舞队跟土翁舞队 都在我们表演的行列 那当然我们树林是原住民最多的地区 那我们原住民的伙伴以及我们客家相亲会 也都会到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共同来参与表演 演唱会今年是第三年举办 每年除了邀请不同歌手演唱经典老歌 让银发长辈遥想当年年轻朋友体验充满音乐的 种下夜晚之外 都会结合一旁的三家车站 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这座百年历史的火车站 都有不同的一个特色 都吸引非常多的民众来参与 因为三家车站是我们的一个百年车站 那渐渐的我们在周边也做了非常多的 包括我们的地景公园 包括我们的墙面煤化 包括我们的3D彩绘 那就是要大家来到三家以后 能够有在这个地方待个一整天 然后我们三家地区车站本身附近的商权 其实也非常的繁荣发达 区长林药常建议 民众可以在早上走逛周边景点 包含当地里长用心打造的3D彩绘街 铁道公园 鹿角溪清水步道等等 晚上则临赏演唱会 享受精彩丰富的舞蹈展演 以及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 欢迎市民朋友席家带卷 在7月21日与28日一同共享盛举 中家新闻朱云佳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